佛行事业任重道远 所以更需要精进修持 法不孤起 障进方生 道不虚行 欲圆则印 如临法师接任菩提士住持 他表示佛行事业任重道远 更需要精进修行 有句话说 法不孤起 障远而生 我希望这个医院 或许对我来讲 也是在提醒我 要在进一步的 好好提升自己在某方面的学习 接了这个重则大任 让我的内心感到有种 很像佩服道远 这个佛行事业的工作 是参长久久的 那也还好 有仰仗我们所有的大众师 没有过去几位医院的徒师 跟我做师父他们的一个帮忙 所以我也比较给予很大的一个 力量跟信心 远近遇到我和徒班子 来接受来面对 这个是一份重则 一份担当 那我就尽心尽力 那在此呢 我感谢各位居士菩萨 我长久也来对 千万三菩提士的一个故事 要发心 如临法师跟随白云老禅师 学佛近三十年 借由接任菩提士住持的因缘 更了解到自己修行上的不足 但欢喜接受这项挑战与考验 并感谢开山住持 白云老禅师与历任住持 有他们的帮助与带领 让如临法师更有力量与信心 接任菩提士住持 续佛会命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宗睿 台南采访报道 最后参考验的 出道 祝他 好